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杨子,节前到三亚度假,怎奈妈妈摄影差拍一十张只能出一张成片 知名女艺人杨子2022年1月7日晚上21点57分,在其个人社交平台发文称 与此同时,杨子还晒出了最新照片八张,这八张图片系杨子此次到三亚海边度假时的情景 下面就让我们通过这一组照片来一起感受一下这份惬意时光 杨子节前三亚游调侃照片是妈妈拍,十张照片只能出一张成片 寒冬时节,正式开启三亚海边游的最佳时机 和众多明星艺人选择在这个时间节点飞到海南一样 杨子这次也专程和妈妈一起来到了三亚看海 杨子分享的一组氛围感爆棚的海边日落生活照 就是自己悠哉悠哉的小生活,看上去非常惬意幸福 唯一的一点缺憾就是这些海景照片中杨子都是远景 杨子还在留言区特意说明了这一点 1月7日21点58分杨子表示 我妈给我拍的基本十张一张成片大家凑合看吧 杨子节前三亚游有一张是自己的自拍照 除了杨子的妈妈给拍的那七张海边风光照之外 还有一张照片稍显不同 因为这不是杨子妈妈拍的 这一张是杨子的自拍照 自拍照和风光照最大的不同 就是将主人公的面部特写给贡献出来了 在杨子的这张自拍照中 我们看到他戴着一顶黑色渔夫帽 穿着一个白色卫衣 看上去非常亮丽 杨子节前三亚游一十二宫格的行程 都说越有殷勤圆缺 即便杨子声称这一次只发布八张照片 照片等下一次给补上 就在网友们欣赏杨子的照片 还没有尽兴的时候 好消息已经在路上了 2022年1月7日22点53分杨子工作室发文称 杨子夕阳余晖洒落一地柔和 晚风与脚步接慢 快乐正好 替咱杨子补齐酒宫格 大家记得茶收噩哈哈杨子海边日落氛围感生活照 杨子工作室发布了四张照片 由此和杨子的八张照片互为补充 共同形成了本次三亚之行的一十二宫格 杨子工作室发布的杨子旅行照片 不管是质感还是拍摄角度来看都是堪称一部大片 头戴黑色鱼肤帽 穿白色长袖POLO衫 搭配运动裤和凉拖鞋 简约大访又舒适惬意 小猴子终于放轻松一下了 相比杨子工作室拍的照片来看 杨子妈妈拍的照片确实是看不清杨子的模样 看到在节前杨子和妈妈一起到三亚度假 同时奉献出了这么多写真照 喜欢杨子的粉丝们纷纷留言 为其打call 新年刚过 终于等到我自发自拍了 一份迟到的生日礼物 日常碎片 都是最新鲜的子子子 让妈妈也学学摄影好吗 这样的话下次就能给拍个面部特写了 好瘦 好美 好看 我爱你 奥宝 杨子妈妈拍照技术已经进步很多了 子妈继续加油 生活需要一些小美好呀 小猴子就是美好本身吧 02肖战自带野生宣发 再次出圈全网 再穿红裙子给顾一野 看而他又在捐款 最近肖战主演的王牌部队 在江苏卫视和爱奇艺热播中 热度一直比较高涨 播放量也在节节攀升 肖战饰演的顾一野也出圈了 这部 因为剧中顾一野没有看到 江南征穿着红裙子来见他 在全网掀起了一股热潮 很多美女粉丝纷纷在视频中 晒出红裙子的照片 让顾一野来看 弥补他的遗憾 不得不佩服粉丝自带的野生宣发能力 自主宣传 投放剧的海报 各种玩梗宣传新剧 这已经不是肖战粉丝第一次展现他们的宣发能力 从2020年的星光大赏的红海彻底出圈后 他们自主走上了为肖战撑腰的道路 狼殿下播出的时候将各种有趣有意思的镜头顶到热搜上 本身就是全集放出 比起那些慢慢播出的在宣传和播放上没有很大优势 而且又是压了三年的古偶剧 能吸引的不是很多 虽然肖战只是一个男二 但是粉丝依旧卖力宣传 让肖战以一己之力扛起整部剧 电视剧版斗罗大陆未播出之前 将斗罗体玩出圈 粉丝造梗 吸引上百家品牌商接连玩起斗罗体 确实让斗罗大陆未播鲜火 播出时粉丝自创话题 将斗罗舞魂变装舞出圈 好多粉丝加入后 纷纷爱特喜爱的博主来更新变装视频 成功将唐三宣传出去 要知道这些全是粉丝自创作梗 从开始到结束粉丝都卖足了力气宣传 被业内称之为野生宣发 肖战加入电堂集话剧 如梦之梦粉丝们送了武汉剧场外 一广场的鲜花 一夜之间买空一座城的鲜花 只为给一个人最好的 最美的春天 最后肖战将鲜花赠予有缘人 那一天的武汉花香满天 品牌方送花也开始内卷起来 赠送的花墙也一次比一次费尽心思 只为给代言人最好的 从花海 人海 等等都可以看到他们的用心 粉丝自带的宣发有多吸引人呢 有这种能力的人相当于省了百万的宣发费用 要说这样的群体谁能不眼馋 目前热播剧王牌部队所上的热搜也是自然流量 没有压制 剧方给点力 轻轻松松就在热搜上 虽然剧播到现在也有人吐槽里面 有的人设不行 剧情剪辑的不好 但是每次故意也出现都是高光时刻 从而体现了粉丝有多专注自家 每次的高光都能玩出圈 尽管肖战被很多人戏称在娱乐圈 各个营销平台没有交保护费 全网的黑通稿还是那么多 但是小编相信任何肖战一个出色的一面都会被粉丝发现 并且将其宣传出去 近日又是在默默捐款 没有官方的公布 根本就没有人知道肖战背后默默做了那么多事 相信肖战未来的录会越来越宽广 成为更优质的傲像 扛起一面棋 树立正能量 因为他会鞭策自己 给自己定力目标 自我严格 正如故意也所说 牛羊成群 猛兽啊 独行 你们陪伴我 我们一起成长 我想这就是成长的力量 我觉得成长的力量就是我的满足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